各位好,我是Alex 因为肺炎肆虐,我就觉得小孩可能会很闷 于是我就想在YouTube上教一些人画画 我希望你们在家也不会太闷 事不宜迟,今天我想教一些小孩 画龙珠中的孙悟空 因为这个视频我打算是 大概比6至9岁的小孩 即是初小的小孩的程度 如果你是6至9岁的小孩 你应该可以逐步逐步画到 可以慢慢听我说一下怎么画 首先我会在纸上打十字 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画画的时候 张纸很大 有时如果我们画在纸上 或者画得很小 那这个公仔可能没有人看到 或者明明是主角 为什么会升上去天花板 或者在纸上很小 那就不漂亮 于是有一个概念 就叫做构图 你看我打了十字 我会首先把这个公仔 想想一下它的大小 对了 说实话 我平时教小孩画画的时候 我就会教他用一个 结构性的方法去画 例如我画一个公仔的时候 我不是立刻画的 我会当那个人物是 積木 你现在看到 比如孙悟空是小孩的时候 很小的 我会当他的头 例如是一个圆形積木 那件衣服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身上是褲子 然后褲子下面当然是脚 但是你看到那套 手和脚是不是很长呢 如果这样就不行了 那就不像小孩了 希望你们看到简单的比例 不要画得太长 不太幼 太短 太高 那我现在开始构图 如果孙悟空的头 放在十字上面 就差不多可以 整个公仔 佔了画面 Matthew 那我们把这些东西 我就把他表现了 我们把他表现了 我把他表现了 框形是 Sym 三角形是库 你留意库 我们把他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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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弄出 这个 carson的动作 你猜一下这个动作是怎样 这两个就是膝盖 又跟着我画画的小朋友应该知道我在画什么了 这就是人物的身体结构 不如我用红色线来画可能会更清楚 头身体库大腿 我们当它是简单的形状 譬如正方三角长方形 先弄了積木 如果我们这些積木的大小画得好 就不会画得很像一个大人 你看到小朋友大腿是短的 膝盖下面就是小腿 大腿很肥的 小腿比较瘦 小腿 大腿博住膝蓋 你看到这个姿势很特别 如果你有空可以按停 试一下摆这个姿势 看是否会摆 是要抹大腿的 小腿又要缩回 还要跳起 在家可以跳一下 做一下运动 不要在家想睡觉 就会浪费时间 更加烦在家跳一下 小腿下面 就是鞋 或者可以当是脚板 也可以 上去吧 最近很流行看孙悟空 就是看龙珠 小朋友的时候 他的手就比较短 短到我都差点 虽然很短 不过我都差点出界 圆形这粒 我当是肩头 原来肩头有骨 你一摸就摸到肩头有很大的骨 手可以转圈 手可以转圈 所以这个转圈的关节 我就用了一个圆形去代表 然后画两只很短的手在旁边 然后拳头 然后呢 就当是圆形 因为现在我们 建稿建一个骨架 的物体 就是当 公仔是 一些简单的图形 现在开始 头 已经建了 身体 现在开始画面 对啊 我忘记说 为什么我用 橙色 或者玉色 来起稿 原因是 因为玉色比较浅色 通常我会教别人用浅色 去起稿 又或者不是 浅色 浅色的话 就会用 公仔原本的颜色 去建造 那就不用用拆胶了 你看到我 橫画了一条线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我很欢迎你们 讲一下意见 这条横线 原来是眼睛的高度 我不会把眼睛放在头顶 眼睛通常在头的中间 而且中间的线 就是人的面孔的中间 这个办法很有用 你看到我画两条线 就把两只眼对称 放在横线上 就不会画到眼睛一高一低 又不会把眼睛画到头顶 对不对 留意两只眼 虽然不碰两只眼 小时候都很圆 好像鸡蛋 鼻子当然是在 面的中间 下面就是嘴 嘴都笑得挺 衣起彭牙的扁 像是打横的香肠 留意耳朵 同样的水平 不会太高 不会太低 而且两边对称 重要的事后例 你见到孙悟空的头发 很特别 它的头有多特别呢 就是它有很多叉 一支叉叉 一支叉叉 头发的时候 你见到我的头顶上 画了一条弧线 因为头发有分两个位置 一个就是发型 现在叉叉叉叉叉叉叉 就是发型 我在这里教大家画发型 头发生在哪里 是否删在鼻子里 不是吧 删在头顶上 对了 删在头上 所以 最初我们画了一个圆弧录 头发就会在圆弧录上伸出来 虽然不空的头发 左边是这样 这样 转转转转转 大大大地叉出来 向着大概10点方向 左边叉了4个方向 右边叉了大概2点方向 叉了3个方向 好了 刚才说头发 除了头顶的发型之外 还有一个叫发线 你看我是不是画了一条线 我们平时剪发线的音 所以我就画了一条弧线 在发线上 但不是每个人的音都剪到齐齿齿齿 好像齐齿齿齿 于是乎 发线是生头发出来的 就像一个鲨鱼的牙 向外甩に脖出 1个三角 2个三角 3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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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ce presque 五感 一百二百 三角 从来 这个 West 這樣就會畫到髮型很像 還有眼眉 因為頭髮和眼眉都蠻黑的 所以我就用了黑色來幫他起稿 我們這幅畫會起稿 慢慢有顏色都不像 通常這個年齡的 我的學生經常很急用油顏色 即是還未起稿就有油顏色 那就不是不好 不過如果我們用這個次序來畫 即是我們起完稿 才有油顏色這個次序 就不會那麼容易填錯顏色和畫錯了 剛才我的衣服畫低了 我現在去 畫好一點就把衣服調高一點 手畫錯了就調高一點 你看到現在很方便 因為我之前 起稿的時候用了很淺色的筆 還有很淺色的 所以我畫錯了也不怕 不一定要立刻刷 我只需要大力一點 畫好它就可以了 這個孫悟空就跳起了 現在我開始畫 褲了 壓到它的腳 因為我們 起完骨架了 現在我嘗試畫好這條褲 畫 把那些形狀畫好看 剛才我們一開始畫的骨架很有用 因為我們 之後就算是畫褲 畫鞋 畫身體 畫衣 都是全部 畫在骨架上面的 可以畫一些仔細的地方 例如這件衣服上面的 圖案和字 那個 字其實是歸字 是一個日本寫的歸字 來的 對了 那現在呢 我畫到差不多 可以有顏色 那你留意到 現在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有顏色 我們已經完成了稿 那我們盡量不要出界 尤其是一些 啊 但是 因為我打動畫的 現在有點不順手 那現在油顏色呢 留意啊 我們白色的地方 不要油 他的眼睛是白色的 是不是 那就不要油住 嘴也是 也不要油住 鼻孔又不能油 可以油了 鼻孔不是白色的 是不是 可以油了 先看看 如果有些同學呢 通常呢 他會很心急用了黑筆 去起稿 黑筆起稿 有什麼不好 就是 畫錯了 立刻要刷 又或者有時候 如果太大力 他起稿 也刷不到 那畫面就花了 是不是 所以我也會教人用 淺色筆起稿 好鮮的 對了 又買手和拳頭 那些手指 我就不畫了 那這個 我這個方法很特別的 就是不用用拆膠來畫 畫錯了 怎樣 畫錯了就不用拆膠 因為那些顏色那麼淺 根本看不到畫錯 就不用拆膠了 最後你就知道了 先進去衣服 可以唱一下歌 然後呢 會不會有聽吧 我已經唱了 對了 那 我們首先會上一些 基本的顏色 譬如玉色 我先上了玉色的地方 上一層 稍微力 然后在一些红色的地方上红色 我发现画漏了,我就补了,不用拆了 那条腰带 那条腰带是跳 所以那两条带都拖到旁边 不需要向下垂下的,可以拖一下 油颜色的时候,如果是初小学生 你可以认真一点,油颜色也好 不过如果你觉得很累 那你也可以 有点油颜色,但是最重要是不要出界 因为出界其实也挺麻烦的 那你唯有练一下自己的眼睛和手 尽量不要出界 对 还有那个 胸口的字中间是红色的 不是,不是 中间是黄色的 那你又不要油到红色 是留下来 画这个黄色的 为什么我用一个圆圈固 就是不想那些红色的油上去 对吧 所以在起稿 起完稿先油颜色是很重要的 你看我现在很随便油颜色的时候 但是就用一点点力 尽量不要穿洞 尽量不要穿洞 尽量用一点力 尽量油颜色 那条腰带是黑色的 那我就尽量不油下去了 不过呢 讲个秘密给你知 其实油了到腰带里也不要紧 那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那你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油了到腰带里也不要紧 那等一下我再讲 看看你们想得对不对 那条褲子和衣服 好像油完第一层颜色 于是乎我就油到其他地方了 那条鞋 那条鞋是蓝色的 所以我就可以用一些蓝笔 那条鞋 来画好比较好 那条鞋的形状 通常呢 那条鞋 通常我就不会用圆笔 建稿的 我会直接用木颜色 建稿 如果我教这个小学生 那条鞋 因为圆笔呢 你畫完鉛筆再畫木顏色 通常會很骯髒 因為鉛筆你以為是黑色的 但其實它不是黑色的 它是金屬的顏色 而且它很容易一油花了 就會黑漆漆擦到周圍 所以我寧願用木顏色直接起稿 還有畫一些線條 隨便塗藍色 再加一個鞋帶給它 它的護手都是藍色的 如果你觀察到護手 它其實不是跟手一樣粗 是粗一點的 你可以畫粗一點 像打一隻錶一樣凸出來 而且因為它是一個布 所以可能有些布的文 你聽得明白我說什麼 你就嘗試去做 聽不明白也不要緊 畫畫其實是 你喜歡怎樣畫也可以的 最重要是要畫得開心 尤其是這個 疫症萬延事 最重要是要令自己開心 現在不是比賽吧 現在是開心 現在是不想悶 對吧 對吧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我塗了黃色 對了 為什麼 剛才我說 紅色 其實塗了在腰帶也不要緊 因為腰帶是黑色的 我會塗上去 黑色 黑色是深色過紅色 會遮蓋著它 所以有少許出界也不要緊 就塗上去腰帶 還有我有一個習慣 塗上去腰帶 譬如這條腰帶 是橫砍出來的 通常怎樣不容易出界呢 我會用黑色去捆了它的邊 塗上去外面的長方形 然後再慢慢塗上去 真的沒那麼容易出界 這幅畫 其實我只是隨便畫 所以 也不是畫得很仔細 但是 也足夠畫得開心 因為畫完出來也很適合 好了 又重複方法 你見過油頭髮的時候 先塗上去外面的邊 我怕塗錯了耳朵 先塗上去外面的邊 小心一點 不要出界 黑色一出界 就會畫花 盡量不要出界 先塗上去邊 塗上去邊 塗上去邊 然後慢慢塗上去 下面的頭髮 下面的頭髮也是先塗上去邊 先塗上去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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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是不是很煩呢 這樣又不會出界 是不是 很漂亮 現在 就像塗上去邊 發線 再放上去邊 三角形的 物體 先塗上去邊 又買了一號 的音 還有一條 耳朵做得好,因為它外面是頭髮 太大了,多油一點頭髮,讓耳朵細一點 先塗邊 你們看了這麼久很耐性 我有個秘訣,說頭髮 你們看到嗎?我的頭髮盡量跟著方向的油橫色 覺不覺嗎? 譬如頭髮尖出來,即是凸出來 頭髮當然會向那邊生 我盡量頭髮跟著頭髮的方向生 你們有沒有試過梳頭? 你梳頭 譬如是孫悟空 你幻想一下梳頭的時候是怎樣的梳 拿著梳,打斜掃上去 就是那個方向 我們游它的頭髮的時候 跟著頭髮梳頭的方向 這樣掃上去就會比較似 這樣 它是打斜的,盡量打斜的游 你看到頭髮真的好像打斜沙 現在開始有點像了 頭髮 它不是站在那裡的 對吧? 所以那個動作一開始 砌積木的時候就要考慮了 我有時候會教學生自己想動作 好像一個個積木 砌它 你喜歡砌它跳起? 你喜歡砌它站在那裡? 喜歡砌它在跑的動作? 也要畫之前想 好了 現在這個步驟很重要 因為之前我們起高的時候 是用這個玉色起高 所以 它的眼線、臉、臉、臉、下巴的線 現在就要開始畫了 因為是油圓玉色 可以畫一些線條 嗯,它的眼睛 留意了 它雖然是一個蛋的形狀 但它不是圍圈的 它原來 左邊的眼睛好像獅子一樣 右邊的眼睛好像倒轉獅子一樣 向著鼻子那邊不畫 可以畫一下鼻子和嘴巴 是不是很像呢? 嘴角有些孔孔 有 再畫一些嘴角孔孔 畫多些波浪線 再畫一些牙齒 這是頸子下面的兩條骨 鎖骨 這兩條鎖骨 現在也叫做菌邊 是不是? 顏色差不多油了 就是第一層的顏色 再畫一些邊 開頭的衣服 我就當它是正方形 現在可以用一個黑筆 試試畫一些衣服的紋 因為衣服 有時候會接著 衣服會巢 巢的紋 可以把衣服 你看到有多像就畫幾像 又不一定完全一樣 畫畫很有趣 有些地方一定要畫得像 比如手腳長短 髮型 比如說髮型全部飛到上面 就不像它 然後這個手 現在要畫紫細一點 他的手其實不是真的長方形 我在他的肌肉位 畫一些線 是一下一下 這個拳頭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下面的就是手指 手指 轉進去 拳頭 握緊 前臂 手刮 前臂 手刮 是分開的 拳頭尖尖的 然後回頭 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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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褲子 我當作有些紋 那邊畫黑線 就不是直線 可以畫一些紋 你們喜歡看龍珠嗎 Phillips 一 »,那個腹頭尖尖尖尖尖根 一份坑 如果穿著褲子 是方向脳尖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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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べ 就可以了 是不是只差一只鞋? 那現在這個孫悟空的基本顏色都塗了 基本顏色的意思是 它浴色的東西就塗成浴色 這個紅色塗成紅色 藍色塗成紅色 黑色塗成黑色 但是呢 現在呢 如果你想它更漂亮 我們可以再做以下的 步驟 有些邊緣可以 綠得更漂亮 這支筆是一支 普通的0.3mm的針筆 沒有也不要緊 如果沒有 你這個時候用一支 黑色的木顏色 刨尖少少就可以了 不要尖太多 刨到尖會斷 刨尖一點點 看到有些線 你覺得想畫更漂亮的 你可以用黑筆 或者黑的木顏色去畫更漂亮 我剛才畫出界 畫了在頸上 不要緊 衣服你畫多些 遮住 這樣就沒事了 不用擦膠的 盡量擦膠很煩 這支筆 這支筆呢 好處是比較深色些 還有幼少少 連耳朵位都畫到 不過就不一定要的 木顏色已經很舊了 這支筆 這個面型呢 有點像一個 盾牌 這樣的形狀 畫一畫一畫 我也覺得未必用這支筆 未必用的 肌肉的紋 很大力的 我先把他畫一下 那些肉 那些三文 如果不夠的話 可以畫 現在主要是找一些仔細的地方 去加線 這樣呢 現在呢 我們去到第二個步驟了 我們就可以把顏色 塗好一點 譬如剛才如果你發覺 顏色很多穿洞的地方 那現在呢 可以塗好一點 因為木顏色呢 它很細緻 有時候我們塗顏色呢 未必一下子塗滿了 我們可以慢慢 那些很大的白色洞洞 可以嘗試填回去 那一幅畫會比較漂亮 顏色會比較實 就不會感覺好像穿洞一樣 是不是比較漂亮 是不是好像密一點 就是現在沒有脫髮 沒有脫髮 沒有脫髮 補個頭髮給他 Yeah 她的確定 在太陽 在太陽 以後 沒有脫髮 有很多 的 你 有很多 你沒有脫髮 沒有脫髮 我沒有脫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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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脫髮 你不要脫髮 不脫髮 我沒有脫髮 你沒脫髮 你沒有脫髮 可以用柔的黑筆去畫一些仔細的地方 例如面珠燈的線 然後我們塗完黑色 我們現在嘗試在紅色的地方塗好一點 剛才我們用黑色去塗黑色 為什麼用橙色去塗上紅色呢? 因為它的衣服不是全紅了 而是橙紅色的 於是我就用橙色去塗上白色的洞 橙紅就是蕃茄的紅色 黃黃的 因為黃加紅就變橙 橙加紅就變橙紅了 這樣塗完就不會穿洞了 這樣一直慢慢塗 好像紅色五個 又是橙色的 天色的 還有一位 阿田 你會不會把車子插發 他會要走 他們有橙色的 好 這就是橙色的 好,現在又到了另一個層次了 這樣呢,畫完了 但如果你想畫再漂亮一點的小朋友 或者大人都可以嘗試加些陰影令畫更加漂亮 為什麼有陰影呢? 因為我們有太陽的地方 就有暗的地方了 對嗎? 一些影的地方 例如這件衣服 你們可以看看自己的衣服 也有凹凸的地方 當衣服凸出來的時候 就會遮住下面的地方 所以如果想畫更加真實更加漂亮 可以在影的地方加深色 我選了紫色來做 因為紫色如果加上紅色 都很適合做它的陰影 現在它的褲底 又加一些陰影 因為它是下面的地方會遮住 那些膏膏都會更加空白的地方 這樣它的褲在下面的地方 也會有些影的 然後腰帶下面又會有些影 所以腰帶下面呢 我都會加一點點紫色 鞋也有影子,因為他的腳和褲是遮住鞋子,加一些影子,令他更加立體 手帶也是有影子,手帶偏下面的地方會有影子,因為陽光通常在上面曬下來,所以影子通常在下面的地方 當我們畫完藍色地方的影子之後,我們可以加上玉色地方的陰影 譬如拳頭、手掌、手臂的下面都有陰影 所以我們如果想畫得更漂亮,可以在一些面、下面、頸,這些都是陰影的 褲子裡一定有影子,拳頭裡面一定有影子 是不是現在的手好多呢? 然後畫在衣室裡面的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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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那些地方,總共有些影貼著 這樣加,就好看了 其實這個步驟很快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用多一點時間,都會更好看 現在還有一些時間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一幅畫,還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更漂亮 例如,衣服的紋夠不夠 還有,你見過龜字,好像很淺色 一會兒,我都會用一支黑筆 再嘗試,讓龜字寫得更漂亮 寫得更大力 吃一幅畫就會更漂亮 這樣呢,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讚好 還有訂閱,幫我分享 對了,下次影片應該會短一點 你們有什麼想畫的,可以留言給我 多謝